大家好,我是美食阿鹏 今天分享一个红薯不一样的新吃法 学会了这个做法 可以三天,不用起早 营养健康,关键是还特别好吃 先准备一口铁锅,里面加入花生米 全程用小火把花生米炒熟炒香 把表皮炒至微微焦黄色 然后盛入盘中,放凉再用 接下来,锅中再加入一勺白芝麻 以同样的方式,把白芝麻炒熟炒香 把表面炒至微微金黄色 炒好以后,盛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削好皮的红薯 切成均匀的薄片 切好以后,放入盘中 再把红薯片整理平整 这样受热均匀,熟得更快 然后放入蒸锅,盖上盖子,蒸熟即可 这时候,把放凉后的花生米搓掉外衣 把搓好的花生米放入一个保鲜袋里面 再把口收紧 接着用擀面杖压碎 不要压得太碎,有点颗粒感就行 看一下,像这样就可以了 这时候把蒸好的红薯里面多余的水分倒掉 再把红薯倒入一个大碗中 用叉子压成红薯泥 压得越细腻越好 压好以后,再少量多次加入糯米粉 然后用筷子搅拌成面絮状 接着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 再揪上一小块面团,给它钻结实一些 然后放在掌心团圆一些 团好以后,按压成一个小饼 我们平时可以多做一些 放入冰箱冷冻起来,随吃随拿 接下来锅中水烧开 把做好的红薯糯米生坯放进来 放进来之后,用勺子搅拌几下 预防粘连 开大火先给它煮上一会儿 趁这个时间,调个料汁 锅中加入一勺红糖 再把煮红薯丸子的水加进来一些 不需要太多,一大勺即可 搅拌化开以后备用 最后把红薯糯米饼煮至漂浮在上面 就已经熟了 然后用漏勺控水捞出来 放入糖汁里面 搅拌均匀,让每个红薯糯米小饼 都能裹上糖汁 最后再撒入一把花生碎 再撒入一小把白芝麻 搅拌均匀即可 搅拌好以后,装入盘中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啦 红薯这样做,软糯香甜 非常的好吃 而且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家里有红薯的,一定要试试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 评论转发,点击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美食教程 下一个视频,再见